内心真正的满足 应该是从你对一件事情的成就感来得到的 如果你可以帮助他寻找他喜欢做的事情 从而得到成就感 从而得到满足跟快乐 这个才是 我觉得父母给孩子最大最大的礼物 促进社交能力及情绪发展 如果看见小孩发脾气的时候 请允许他们表达情绪 让他们清楚的知道不可以去伤害其他小孩 也不要让孩子觉得生气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 也不要让孩子忍住不发脾气 以免怒气会在日后有更糟糕的方式表现出来 好 祝你自己还不是说 好 祝你自己开心 其实蛮多人问我说 为什么在Mira这么小的时候就送去daycare了 送Mira去daycare的时候是15个月 就是那个daycare年龄最小最小的一个界限 然后我们就送去了 那所以我想来分享一下 因為其實我有媽媽來跟我 有媽媽跟我說 蛤你捨得把小孩送過去喔 我自己照顧小孩到三歲 我才送他去學校的 那我今天來分享一下 為什麼我會這麼早讓Mira去daycare 那我的這些理論呢 是悲傷這兩本書 就是Buena Baby 那另外一本呢 就是尊重跟觀察 它是美國RIE的一些創始的一些觀念 關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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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朋友啊 有小朋友 你看 有小朋友啊 在Bring out baby這本書呢 它是美國媽媽嫁給英國爸爸 在法國養育小孩的故事嘛 所以他就有講過 他法文越來越好的時候呢 就會發現他的文化的鴻溝越來越大 所以我們是Mandarin speaker 然後在這邊生活的話 就是難免就是Agent culture 都會有一些文化衝擊 所以我會想要讓他在年齡比較小的時候就去適應不同的 culture 怎麼說呢 他現在的班上 不管是老師或者是同學 大家都有不同的膚色 像我們是Agent 然後也有Caucasian 然後也有深膚色的人 也有咖啡色膚色的人 所以讓他去接觸不同的人種 不同的culture 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課題 因為他現在如果只跟我們接觸的話 我覺得太過於單一了 作者有提到在法國巴黎的公立daycare 是他們非常的在乎小孩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政府跟 像我上一集有說到的 就是他們一個菜單委員會嘛 他們就是讓小孩吃的東西 是非常的講究的 所以在法國巴黎 你只要去公立的daycare 那就準的沒問題了 那如果那我就分享 我現在在Vancouver 我做一些search之後 然後我找的比較像是 Montessori的一些機構 我比較喜歡Montessori的教育方法 然後也有一些familydaycare 可是不太在我的選項裡面 因為對於我來說 我想要送他去daycare 我比較想要讓他去感受一些 人際關係處理的一些知識 所以我希望他是以 比較有系統的方法去 來引導Mira的 所以我就是會選Montessori 那在這個的顧慮呢 就是你真的就必須要花很多時間 去選學校 那我們就是真的也花一點時間 那之後有機會我再來分享 Mira讀的daycare這樣子 其實我有一個問號 母親獨自照顧小孩到3歲 真的是對小孩好嗎 我有這個疑問 然後我在書上看到作者有寫了一個 父母親時常會過於期待一些 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例如24小時隨時隨地跟孩子在一起 不過如果你有自己的生活的話 比較會成為一個好的父母 人生也比較完整 而不是變成孩子的努力 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你就算在愛一個人 如果你24小時都必須跟他在一起 其實你的quality就會變得比較不好 那如果他有跟你分離一段時間 你們彼此之間有想念 我相信陪伴的quality會好非常非常的多 我覺得這個就是我要講的 你在小孩旁邊如果玩手機做你自己的事情 而不是陪伴小孩去探索這個世界的話 你陪伴他24小時真的是好的嗎 這就是我的疑問 所以我問了我滿心意是問我自己 其實我會滿疲累的 我可能真的沒有辦法24小時都陪著他去探索世界 或是做什麼 我也需要我自己的時間 所以我覺得這樣彼此take a break 會是對我們relationship 跟他成長會是比較好的 那再來呢 有些人說上去daycare上去學校 是有關於學科嗎 你有逼要把小孩逼成這樣子嗎 那學科這種東西 學科這種東西是學齡兒童才會需要的去學校上課 在那之前呢我相信他們應該是依照自己的節奏 來去體驗生活跟感受生活 我主要的訴求並不是讓他去當一個自幼兒童 而是讓他去探索更多世界 然後去跟更多人相處 然後他有 我會跟他說 Mira you have your own life you have school life is really special for you 所以我會跟他講 他他的自己的生活 然後他媽媽有自己的生活 爸爸也有自己的生活 所以 這是我一個觀念 我想要跟他說的 那接下來我就整理了一些 想要孩子怎麼被對待的一些東西 第一個呢就是孩子最重要的課題是 練習分離跟認識世界 這兩個東西比較像是RIE裡面在講的 他這邊有說到 學不起的幼兒不需要學認識 讀書或是數數也不需要學電腦 他們最重要的課題就是 學習怎麼跟父母分離 還有認識這個世界 他們以後會在學校學習 而現在就是為他們學習之前 來為他們心裡做一個很好的一個準備 也就是說這個階段呢 你可以放很多東西 例如說我會發現說 Mira他非常喜歡有關音樂的東西 然後他很喜歡跳舞 老師也跟我分享說 他們只要有唱歌跳舞的環節 Mira都超開心 所以這個階段我覺得就是 你要去了解你的孩子的興趣是什麼 然後去引導他們在這個興趣 他們可以多多的去學習 應該是說內心真正的滿足 應該是從你對一件事情的成就感來得到的 如果你可以幫助他尋找他喜歡做的事情 從而得到成就感 從得到滿足跟快樂 這個才是我覺得父母給孩子最大最大的禮物 然後再來就是 無關於學科 啟發好奇心 主動學習 那在大概現在進daycare兩個月後 然後 老師就有跟我分享 因為我有跟老師說 我希望他 他學會的是怎樣 這種語言 一種是manoring 一種是英文 所以 我在家裡都跟他講中文 那在學校的時候 他就好好學英文 那 老師有跟我分享到 他慢慢慢慢聽得懂 老師的指令了 然後他開始會說一些 more 就是他想要更多食物吃的時候 他就說more 當他吃完的時候 他會說 done 然後 他會說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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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幾天 老師有跟我分享說 他現在看其他小朋友去上廁所 因為他們有一個很小的party 然後他們就在上面上廁所 這樣子 那 Mira 一開始呢 他在家裡是會的 就是他只要要上廁所 他就指著廁所說 屁屁 然後我們就帶他去廁所 但他在daycare可能比較 一開始比較陌生比較不會 但是後來老師就有分享說 現在Mira就是會跟小朋友 一起 想要一起去上廁所 那他有時候說 屁屁呢 其實是普普的意思 他想要上大號 那他現在屁屁有時候是說說 但是他可能還在探索屁屁的感覺 但是最大最大的成長就是他很願意 跟其他小朋友一起去partytraining 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會對我在未來幫他 借尿部的時候 會簡單非常非常多 他大概現在才16、17個月 然後我大概一歲的時候 其實就是有給他買一個小的party 所以我partytraining的時候 其實非常的早 一歲就開始了 他在家裡都蠻好的 就變成說他慢慢熟悉了之後 我覺得這樣子的進步其實是不一樣的 再來就是培養孩子的人際關係 那這個他就是書中有說到是 促進社交能力及情緒發展 如果看見小孩發脾氣的時候 請允許他們表達情緒 讓他們清楚的知道 不可以去傷害其他小孩 也不要讓孩子覺得生氣是一件很羞恥的事情 也不要讓孩子忍住不發脾氣 以免怒氣會在日後有更糟糕的方式表現出來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父母在家養育是沒有辦法給的 Simbling也一樣 因為其實心情會不同 在大概前幾個禮拜的時候 老師有跟我們分享說Mira被咬了 被個同學咬 那那個同學呢就是跟Mira年紀比較相符 就是在他們班上年紀比較小 因為他們班上是15個月到3歲的小朋友都有 所以他被咬的那個當下呢 他說他有驚嚇了一下 哭一下但是就是沒有哭的非常久 那他的傷口也沒有很深 然後在這邊的話就是他不會跟你講是哪一個小朋友 但是他會就是他有寫一個report給我們 就是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他們做了什麼處理 當下也打電話告訴我們 我們也看了Mira就是 的反應其實都還蠻好的 那我們的處理方式 其實我也覺得是 不要讓他有一種受害者的心態 如果他們現在年紀這麼小 有老師在處理的話 其實就OK 或者是他們比較大可以讓他們自行處理 如果沒有太嚴重的傷的話 如果就是 如果 處理得太過於誇張的話 會讓孩子就是擴大這件事情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讓我們提早學習處理這件事情 然後在這本書有講到一個故事 這個就是媽媽分享的一個故事 就是他們他的女兒Rachel 她想要玩具呢 她會用哭的 但不會自己去拿 因為已經被她養成習慣了 就是 父母會幫她拿玩具 然後RE的教育呢 是會想要讓孩子自己哭完之後 讓他們學習自己解決問題 拿到她想要的東西 那班上有另外一個嬰兒 她叫Melody 她就是一個比較強勢的嬰兒 然後喜歡壓在Rachel的身上 她說有一天的點心時間呢 Melody想要拿走Rachel的香蕉 然後Rachel的媽媽說 Rachel當時心裡一定產生了什麼火花 她立刻從Melody手裡奪回香蕉 這對於Rachel的媽媽來說非常震驚 然後她說Rachel學到了什麼 我也學到了 我覺得這個故事 就是對我來說 我覺得蠻驚訝的 就是她在於媽媽搶寶中的嬰兒突然之間長大了 你知道嗎 她這個故事沒有說幾歲 但是她就說她那個時候還蠻小的 大概這個一兩歲差不多 好然後再來就是有更好的陪伴品質 那在我一開始影片就講啦 如果你24小時其實都在陪伴她的話 其實你難免會累 而且你會想要做自己的事情 你會想要有自己獨處的時間 但是當你有自己獨處的時間 你做你自己的工作放鬆 然後彼此有一些想念之後 那個陪伴才會是更好的 而且那種陪伴 並不是就是你玩手機在她旁邊 或者是你們一起看電視 那看電視這件事情 其實我蠻反對讓孩子看電視這件事情的 那無關於說她的視力或者是其他問題 那我覺得是比較是看電視這件事情 比較是被動式娛樂 她一旦看電視之後 她對娛樂要求會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那個刺激需要更大 所以你之後就會相對於更麻煩 然後再來呢 他們看電視的時候 大腦就是跟睡眠的那個型態的時候是一樣的 所以這時候大腦是不會去運作的 那對於他們現在就是學齡的這個階段呢 他們要去探索跟學習新的世界的時候 是不太好的 所以我們都會在她不在的時候趕快看電視 然後再來是保留各自的空間保有自己的生活 其實跟上一項其實差不多啦 但是這個是比較像是 每個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跟想法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尤其是在發生在孩子長更大之後 其實就會更明顯了 那搬家工作需要開車奔破 其實對小孩來說非常不公平 就是我們現在的狀態 我們現在搬家然後常常需要去辦很多事情 我們其實不太能以她為主去做這個 年齡去做一些事情啦 就是她可能一直在車上其實她真的很不舒服 那我們也沒辦法去做其他的事情 因為我們就是有這些正事必須要去完成它 也沒有辦法因為它而去延期 所以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現實的問題 如果你送去daycare的話 他們就會有很多小朋友可以一起玩 她可以好好的睡個午覺 而不是在車上的器座上面睡 非常的不舒服 然後她可以好好吃午餐 可以按時的吃點心 她可以在戶外的地方跑跑走走玩玩 有時候我們忙到就是 根本就沒有時間帶她出去走走 所以其實我覺得 就對小朋友來說其實滿不公平的 最後一個就是分享學習跟照顧他人 我覺得這個沒有其他小朋友 是真的比較難學習到的 他們那種我想要的感覺就增加了 這個時候給小孩最大的協助就是 讓他們自己學會怎麼解決爭執 只要沒有人傷害就不介入 要讓小孩參與過程 這個階段開始為小孩一生做好準備 成為一個能解決問題的人 也就是說我們常常就是會去避免爭執 避免爭吵 但我們現在的態度應該就是 我們不去避免這件事情 而是讓她去面對這件事情 然後讓她自己去嘗試解決 那她書上就有一個例子 她說有一個媽媽說 我女兒Jennifer在幼稚園遇到一些麻煩 那有個小女孩總是愛拿她的玩具 Jennifer拿什麼 那個小朋友就要拿什麼 終於有一天她的女兒緊緊抓著那個玩具 對那個女孩說不行 之後呢Jennifer就能拿到她想要的玩具了 而之後兩個人有就變成了好朋友 然後再來就是分享是需要時間練習的 那他們現在其實很單純就是看到的東西就是我的 那這個其實就是Mira被咬的那個發生的事情 因為他們在玩一個木馬 那那個人那個小朋友玩那個木馬之後呢 Mira就去玩了 然後那個小孩就是看到之後就覺得 欸為什麼搶我的木馬 所以才會去咬Mira 這個木馬是daycare的 是大家的 大家要一起分享 其實他們沒有這種概念 他們也不懂 所以其實這些爭執發生的時候 所以如果沒有到很嚴重的受傷 或者像Mira這樣被咬或什麼的話 可以讓他們自己去處理這件事情 這本書的觀念 因為現在Mira也太小 但是我覺得可以分享給大家看看 因為我還用不到在Mira身上 他說分享這個概念呢是大人的觀念 不能強加在小孩的身上 因為這樣小孩只會覺得生氣 然後沒有人愛自己 只會覺得被否定而已 而且此刻你叫他學習分享的話 他根本就不想做 但是教育的目的就是 讓孩子願意去做 等於說我們太強迫於一個嬰兒去社會化了 是讓他慢慢去了解探索這個世界 有一些規則的存在 我們不強迫他這樣子去做 應該是說他自己的方法就是說 跟著孩子隨時隨地調整他們的行為 讓他自己解決自己的爭執 然後有時間處理自己的情緒 只要雙方沒有受傷的話 就不介入 所以如果24小時照顧孩子的話 其實真的很難做到這一點 因為你完全完全沒有自己的時間 其實你真的難免會覺得心有點累 但是如果你可以有這樣子 很好的daycare去的話 我覺得是對小孩是非常 以後他們處理情緒 處理爭執是有非常好的幫助的 好那今天就分享結束啦 不知道你們對於我送15個月大的嬰兒去daycare 有什麼想法呢 歡迎留言告訴我 有什麼問題啊 有什麼想法都可以跟我分享 那就see you next time Bye